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多如繁星的世界里 有一片充满斗气的大陆 我叫萧妍 就来自这片大陆 在这片大陆上 拥有着雄混壮美的山川 起立璀璨的星河 还有那数之不尽的摇草奇花 真情异受 但只有一个拥有更高斗气的强者 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每个人都试图追求斗气的巅峰 有人说 人的潜力 只有在生命受魄之时 才会像火山一般爆发 只是从出生到现在 我还从未经历过生死战斗 但却突然失去了 修炼斗气的天赋 那之后 我如同被风摆布的沙丘 我也曾认为斗气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准则 因为那时 我还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 我很小便展现了自如运用斗气的天赋 足以让母亲都刮目相看 作为乌坦城三大家族的萧门 守护这里的百姓是我的义务于责任 不断变强的火鼠斗气 使我对众人恐惧的火焰操纵自如 我自幼便常与两位哥哥进山手脸 自然也遇到过凶猛的野兽 是安全的 在验子心上 即便身处险境 也可以瞬间爆发脆哭拉朽的力量 面对两小无猜的薰儿 我总有办法去讨他开心 薰儿 想家了 当然 也是因为我的斗气 这一切逐渐让我觉得自己可以试强凌辱 无所不能 直到那一天 母亲 我的斗气又变强了 为什么要上蚂蚁窝 因为我能了 因为我厉害 你能不代表你可以 强大不代表你有权力决定他人的命运 颜儿 你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 注定拥有他人没有的力量 答应母亲 从今天起 渗用你的每一份力量 好吗 对不起 我错了 只存能改善莫大焰 师父 拜托 拜托你 颜儿 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摘下来 嗯 快 你就在这儿等母亲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出来 好啊 好啊 发现费 二十年了 我终于找到了你 把我的东西给我 你亲眼所见 那东西早就毁了 你骗得到别人 你骗不了我 我寻遍了整个大陆 把散落的散片一一找了回来 唯独就差一颗 一定在你手上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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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兒 这就是你认定的天才儿子 这不就是个废物 那东西交给我 我就放你 东西早就毁了 你的那个新世界 已经灰飞烟灭了 灰飞烟灭 那我就叫他跟你一起 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 这新世界终究会到的 你却看不见了 我保证你的儿子 他一定能看见 东西 好漂亮的眼睛啊 好漂亮的眼睛啊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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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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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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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儿 母亲 言儿 母亲给你的那枚戒指 母亲 无论如何也不能摘下来 千万不能摘下来 就算母亲不在了 这枚戒指也会陪着你 保护着你 母亲 你给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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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亮 亮 天才吗 不是百年不遇的斗戏高手吗 母亲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在这儿放魂 你够了 修理 放手 小银子 够了 你们俩也下去吧 你们俩也下去吧 想过就哭吧 不用憋着 肖氏族人 肖顶肖利 今受你剑 以此之善恶 挥剑而斩 从此承恶扬善 不为祖训 今受你鞭 以此之进退 策计作战 来去自如 从此进退有度 不负期训 今受你盾 以此之敬畏 人力有尽 地力无穷 从此敬畏天地 不绝负责 今受你矛 以此之容 向彦哥哥 你也想从军出征吗 战场是一命 万者不完 从此顶天立地 不损足够 他们从军说一家族不取荣耀 我去能干什么 宋长 云兰宗指示 葛业与纳兰家小姐到访 云兰宗 有请 是 云兰宗 那可是大陆排名第一的斗鸡宗 萧队长 这颗聚集丹 是丹王骨盒最新出炉的商品 对族长的斗气修行 或有锦上天花之能 还望族长效纳 聚集丹不自担我之手 恐怕攻势价值连城啊 葛长老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言 我带了一封信 宗主让我成于族长 用不着这么麻烦 我的事情我自己说 萧伯伯 我这次来 是来退婚的 家父与纳兰老家主 为了两家世代交好 才让炎儿与侍侄女定下婚约 侍侄女所言 是纳兰家的意思吗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宗主也是这个意思吗 纳兰小姐是宗主的嫡传弟子 也是我们云兰宗宗主的继任人选 按照规矩 宗主的继任人选 这婚姻 婚约对两家牵扯甚广 不可儿戏 葛长老 正是因为婚姻大事不可儿戏 所以我才要自己做决定 身为纳兰家长女 云兰宗宗主清川弟子 我岂能嫁给一个 纳兰小姐都上门退婚了 何必愿又只给我留面子呢 废物这两个字我又是没听过 你就是硝烟 没错我就是 退婚这事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偏偏选择我兄长 从军出征的日子 就是为了来羞辱我 和羞尸全族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周 让你们误会了 我虽然没有见过你 但我从小就听说 你是迦马帝国 百年不遇的奇才 能嫁给一个天才 应该是所有女孩子的心愿吧 虽然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说 但我一直都相信 与我们纳兰世家 一直交好的萧门 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对吗 一定不会 你的斗气是火属的 点燃蜡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只要你能点燃场上 任何一颗蜡烛 我绝不再提退婚之事 此生 以你为终 无论 尽力 破案 别着急 今日若是不行就明日 明日若还是不行就后日 我等你三年 三年之内 你随时可以来云兰宗找我 只要能赢我 我便还是你的人 这才是羞辱 不必等三年了 我今天就让你得偿所愿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 什么云兰宗的宗主 是不是我的未婚妻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刀两断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仗势其人的事情少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秋 我在里 还是吗 这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 这是我萧妍的修书 从今天开始你与我 云兰宗与萧家 再无瓜葛 来 奈兰小姐 天下之大 又何止山川何海 仁兰宗固然厉害 但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奈兰小姐若一直这样 早晚会吃大亏的 近日有高人在乘 隔夜先行告退 你来干吗 你该不会 真是为了娶不忘那个纳兰燕人 再生气吧 哪也配 那你还在生什么气啊 你又不是没在 他都送人面前 说我们肖家这首 寄你咽得下去 所以你要去云兰冬 要打败他 纳兰燕人 是 你还是要去比喻 那你还是想娶他呗 我才会娶他 长得跟个蓝白菜一样 脾气又臭 仗着自己是云兰冬的弟子 到处欺负人 够不上我认识 我以为欺负怎么这样啊 你还开心 我开心 是因为 你不用娶他呀 我不娶他 你有什么开心的 你说我值不值得开心 该不该笑 但我一点漏气都没有 这倒不丢了 我感觉我觉得肖家 要待不下去了 你要是觉得 在萧家待着没意思 那咱们就走 你不会说只要死奔吧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 我以后要是没钱怎么办 结婚生子有点早 最起码两年了 不然呢 是什么你 我说的是嘉楠学院 嘉楠 对呀 你要是想要打败她的话 那就得好好地休息 嘉楠学院是整个大屋 最好的学院 正好他们下个月 会来乌坦城招生 那时候咱们俩一起去考试 好不好 那我半点儿都气都没有 我连蜡烛都点不着考试生 别气馁 多练练就好了 试试嘛 试过了没有用的 再试这一次 我这不就成了吗 我说得没错吧 只要多练练就一定可以 对不对 少见的存活属性 而且小小年纪就已进肌动脂了 很好 你也被录取了 下一位 少言哥哥 你听我说啊 我知道你是怕我给肖家丢脸 但我斗期真的恢复了呀 不是我受到推婚的认识 让你蒙羞了 所以我得去嘉楠学院 我修炼我才能给肖家挽回尊业呀 那母亲呢 母亲当年牺牲自己换回我一条命 我不想一辈子做废物 你觉得你母亲当年为什么救你 还用她的死为你换蓝了未来 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未来 在这些可能性里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做任何事 只要你愿意 你为什么一门心思地想修炼 你为我要报仇啊 我得变强啊 我得找到杀死母亲的凶手 我要打败那来爷人 我要打败所有欺负过我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母亲牺牲自己 是为了换来你今天这副模样 我真希望她当年没有这么做 小东东你不会真要挑我 谁啊 我是你母亲显灵来见你的 我死得好冤啊 鬼啊 我 我 我的斗築弯 我 我的戒指 有意思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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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你 你是不是要来害我 首先 我不是东西 我是一个人 不是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会从戒指里出来 而且为什么我戴上戒指 我就使不出斗气啊 你的斗气 我吃了 什么 我叫你吃我斗气 吃我斗气 雪儿 看不清我 我父亲打我一顿都怪你 你就这么对待你母亲的遗物吗 老头 你为什么要吃我斗气啊 你今天不跟我解释清楚 我跟你没完 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反正呢 因为你的斗气 我才能再次苏醒 所以啊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 过来 我还没说完呢 过来 我虽然苏醒了 不是肉体存在 所以啊 还是要住在你的戒指里 我不要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不要来骚扰我 我还要去江南学院 你就是想去找你那个小情人 那个什么薰儿吗 我告诉你 你就算去江南学三年 你照样打得过纳兰燕燃 你以为云兰总是指护的 面捏的 你怎么知道纳兰燕燃的事 我知道的事多了 你每天都会偷吃厨房 给你二哥留的鸡蛋 三个月前 你为了报复族中长老 在他泡酒的坛子里撒尿 对了 上个月初五那天 你同意 前辈 打住 不说不还能做朋友 谁跟你做朋友啊 行 要做的话 我就做你的老师 老师 你 你被封印了凭什么呀 想打败纳兰燕燃吗 行 我的腿 对啊 没事没事 我帮你加快一下节奏 我的 就是人生药尊者的药臣大师 当年你母席布林儿 也曾经带在我的门下 后来我遭遇一件大事 你瞧瞧你这一身 魔神动气 天生就是 练妖师的好坯子 没有人比我这个 天下第一练妖师 更适合做你的老师了 教你答应我 听我的话 请魔兽山脉修炼 你闲得活动你 请魔兽山脉修炼 最多一年 那蓝燕燃在你跟前 就是一喳喳 儿 说了那么多 估计你也信不够 来 给点实惠的 见面礼 这个玄铁齿 是给你练身体的网器 为配合稍后 交述给你的 盐分十浪齿 这本焚绝功法 是给你修炼的秘籍 这个丹药是不是吃下去 就有几十年修炼的 斗技的丹药呢 小贼 是给你脸消肿用的 萧燕哥哥 你兜气恢复了 快上车 我们一起去渣男 我先不去了 我还有其他安排 你一定要在渣男学员等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好 我等着你 你一定要来啊 小混蛋 见到虽然也就忘了老师 你把戒指放在哪里了 老爷 要不要我去把小帅人追回来呀 不用了 他长大了 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相信你 其实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跟轩儿 一起去渣男学员修行呢 那里修行太慢 你不是星旗吗 我一时有一个速成的方法 那我们去哪儿 魔兽山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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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看那个丫头自始也是天资聪颖 又是下一任宗主的继承人 各种灵丹妙药高级功法 少不了给他开小招 而且人兰宗还有个神秘的生死门 那怎么搞啊 别灰心 有我这个名师在此 你还是有希望 那你说怎么赢呢 生大斗师 斗师不保险 大斗师吧 那你说我那大斗师还有多 那就看造化了 有可能一天 有可能一年 有可能一辈子 差这么多 那你传给我的坟绝 什么时候练好呢 光有坟绝还不行 你还得 这不行大不行啥都不行 天天糊弄我 你看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火 一火 你的坟绝 有了这个一火 就能升级成高级功法 有了这个一火的加持 那个纳兰燕燃在你跟前 那就是一喳喳 太好了 老师 我拿我的蛋 换你的一火 痴心妄想 这一火乃是无价之宝 岂是一枚鸟蛋就能换的 当然了 就算是我想给你 也用不了 这枚古灵棱火 是我自身炼化了的火转 你要是想要的话 自个儿找去吧 那该上哪儿找去啊 还是那句话 得随缘 有可能 有可能一天 有可能一年 有可能一辈子 还是那个老花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一火 来 什么声音 什么什么声音 你没听见 没听见 你听见了啊 听见了 听见什么了 老师 老师 老师在近日待了好多年了 没见我姑娘 让我看看 姑娘我来了 快快把我放下来 你这是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她 这是你的东西吗 我我先给你捡 别 别 这什么东西 那食人花社的陷阱 为了以后捕获食物的 食物 那怎么办 小松立 别急别急 食人花白天是想的 晚上才会出来进食 老师 我亲爱的老师 你赶紧出来救救我吧 大哥谁说话 出来有别人吗 我不是老东西 老骗子 老色鬼吗 叫我干嘛 不不不不不 你是我最爱的老师 你不救我 还有谁能来救我呀 老师救我都听见的 其实很简单 把戒指摔了不就得了 救命 你干嘛 我不愿意要 不是 你帮我拿一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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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乖乖 不要动啊 好了好了好了 很快很快 不痛了吧 别撒娇了 你管这个叫撒娇 这 没礼貌啊 你你你你干嘛 啊 拿回我的东西啊 你知道这个紫禁 有多值钱吗 我还你 火系斗器啊 练小师啊 哎哎哎哎别走啊 小美人 谁 这深山老子呢 马上就要天黑了哟 你这面白如玉的少年 要去哪儿啊 看你这样啊 第一次啊 我不是第一 你什么第一次 第一次进来修炼呀 叫什么呀 我叫萧嫣 你呢 我你都不知道 我就是魔兽山脉扛霸子 青山镇第一人 全加马帝国最有潜力的 美女草药师 小一仙 没听过 看你这个小哥哥傻傻的 在如此危险的地方 又突来乍到 这样 你叫我一声解 之后呢 我们俩就搭配了 我就负责采药 我告诉你啊 魔兽山脉 就没有我采不到的药 至于小弟弟你呢 勉强 让你炼药 牙蚁石 魔兽山脉 我们就能横着走 这阳头兵团算什么 以后见到本仙女 还不得夹着胃子坐着 跟着她 跟 跟着她干嘛呀 这小泥子身上有你要的东西 跟上呀 那 那我们去哪儿呢 青山镇 老师 她身上有什么是我想要的 宝藏 老板 给我留一份啊 一会儿来拿 好嘞 这就是青山镇 那买一只吧 买一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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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适合春季修炼者的圣地 多的是你们这样的新手土包子 今天没钱了 拿这个充数 你瞎呀 就这萝卜 你要是他 不要也是他 反正本大爷今天就是 没钱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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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肉面 臭小子 接着 为什么他还这么多 肉还比我多 你能吃得了这么多 这个农夫送甜多不容易呀 你吃不完那么多 那叫浪亏 那叫造孽 农者每日新劳 才唤起咱们的一日三餐 你们要知道 粮食来之不易 要懂得体虚浓者 这是怎么了 是不好吃还是 这是 您刚刚说的也话 我们先说 想娘了是吧 我那小子呀 也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又出门 说是到外面闯他 修炼功夫 这都十几年了 我就怎么熬着等着 你觉得你母亲当年为什么救你 还用他的死为你换蓝了未来 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未来 臭小子 快点吃 天黑之前的回家 本来别让家里人累心 等着你们 你们都是爹妈的心疼肉啊 心疼啊 啊 小夕 我让你骗得好苦啊 你说这半块镜子当中 藏了一个天大的宝藏 见我心的膳子 说跟这宝物有缘 才勉强卖给我 买了这块破宝镜 我出去撒泡尿的工 我能遇见三个 同样买了这破宝镜的人 大哥 误会 纯属是个误会 别废话 回去 钱我还真没 这个够够 够够 这橙色 小夕天 走走走走 小夕天 你害得我好苦啊 你说这半块镜子中 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宝藏 我才换了半副身价 买了这块破镜子 快去 快去 诸位大哥 那是什么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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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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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放开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对姜文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 这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这分明就是假的 敢来一块假的镜子 他骗子 我不敢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比你还蠢 不不不 你是瞧不上我们狼头兵团 还是瞧不上我牧利这个少团主 我 我敢 我现在给你量一下 一 跟我打一下 把镜子给我 我选第二个 把镜子给我 把镜子给你 我打一下 这 这不都一样吗 无所谓 那你还是考虑我吧 让开 让开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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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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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假镜子是你做的 我这儿也有板块 和你这板块合在一块 正好是一张完整的层面 就是这个 这东西没几个 所以你肯定有针的 拿出来 看您这通体的气败 小秘一定是狼头冰团 少团主慕莉大人吧 你比那胖子要聪明 但还是要拿出来 既然慕莉大人要 我一定双手奉上 晓雅 我走了 让我走去 你镜子拿 啥 我镜子拿 我镜子拿 我 我也刚才知道 我跟他不熟 我真不知道 你 你大哥 你干吗 你 你大哥 你干吗 我 我真不知道 你 全国还人手啊 不是 我是 跟我杀 老师 别废话 快跑 一个人 需要 我 这是 是 你 我 我 不 我 老师刚刚那个白色斗鸡是不是你的 老师 我可以驾驭你的斗鸡了 我是不是现在不用修炼了 我是不是已经超级无敌了 走 咱们现在就去云蓝宗 老师你为什么变透明了 你再多跑一会儿 旗帜透明 什么意思 我的斗鸡处存优先 你刚刚这么一闹 就没省多少了 老师不能帮你一辈子 总有一天要考虑自己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那丫头不简单 你小心点 小大哥 再稍等一下一下 马上就可以吃饭 现在叫我小大哥了 小大哥 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就舍在狼头兵团那帮上手上去 我本来在肾里好好修行 碰到你就全部都是麻烦了 你说天底下怎么有 这么能惹事的人啊 算我欠你一次 等我当了草药师 这个人情我一定还 草药师 什么草药师 就是低配版炼药师 炼药师需要像肖大哥这样 天生活属性的人才可以 我添资不够 这种事还需要添资吗 炼药师很了不起的 我爹是青山镇这一片最好的寿主 我娘是个草药师 那不挺好的吗 什么呀 没人看得起草药师 没地位还不赚钱 我爹娘为了让我有出息 他们俩就总是去魔兽山脉 找能让我成为炼药师的宝贝 那他们最后找到了吗 找到了 那命也丢了 我十岁生日刚过没几天 他们俩就又擒山了 我十岁生日刚过没几天 可这次他们却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 在离家半天路程的山谷里 我找到了我娘 她当时伤得很重 她就一路爬 想要爬回家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她当时 一定很疼 很累 我娘说 那坏镜子 关系到一个天大的宝藏 只有找到了里面的宝物 我就能成为炼药师 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父母 都向你颠养了 为了让你变强牺牲自己 来 肖大哥 躺上我的手艺 魔术山脉独一份 小心烫啊 谢谢 怎么样 好喝吗 好喝 好喝 好喝你就多喝点 一口气都喝 你怎么不喝 我不能喝 没什么 因为喝完就要睡觉呀 你的小子还是太天真了 以后可找点心吧 我先走了 你救过我两次 我救过你一次 我再救你一次 我们就扯平了 山里毒虫猛兽多 这样 能让你 也受 亲爱 我真走了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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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归是我 我太得了 好牛好牛好牛 好厉害哦 你怎么在这儿啊 凝虎草 一锅放一根 一口睡三根 这点小把戏 我还是能看得出来了 你是想进去是吧 嗯 但你进不去 踩到了 来 我帮你进去 里面东西分我一半 就你 拿来 这谁 哎 左边 两个机关 没有 哎 哎呦 这种小机关 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啊 哎呦 这种小机关 怎么可能难得倒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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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个破骷髅吗 你先走 再前面 走 你走啊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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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点 我还能吃了你啊 要吃了你啊 我还能吃了你啊 我都咬到你吃了 行 situación 一年 我给你吃太单了 就这样子 大概能吃了 你可以就去吧 从来 我看誓家 是酸液 怎么办 可以 来 一 一 废得这么半年进 原来这是这么一根普普通通的药草啊 你确定这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药草吗 对啊 满大街都是 我就说这不是一根普普通通的药草吧 好啊 完了完了 少 少 少团主 少团主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好不好 好 我听你的 一人一半 我 我 你看看 还是少团主一起 讲究有格局 我说的是你的手和他的脚 一人留下了一半 不是 小宝宝 小宝宝 我的头 就是个窟窿啊 这里面都是一惊一乍的 有个人 怎么不说上来混那么多年 连骷髅都没起 死了 小宝宝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肯定是个宝贝 这个手上也有 书 这 这怎么搞啊 这么深肯定摔死了 这 这什么东西啊 七彩如今 什么如今 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先想办法出去再说 这 这怎么出啊 天下独一份的紫云衣 竟然便宜你小子了 走 好 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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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不能帮你一辈子 总有一天 要靠你自己 我知道了 孙兰哥 都疯了 孙兵一块撑得住了 这也不难 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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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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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说过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用古玲珑果 把这些药草提炼出来 你抱着它驱动你的坟掘功法 用这些药草精华 修复它的各个经脉气源 这就是你给我找回的七彩毒精 是我答应啊 听说还让人跑的 您不知道 那家伙就是废物 我三圈两圈都可以干的 被废物打败还挺光彩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是在这山沟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真正有本事的人没见过几个 这七彩毒精 原本是为父送给你的礼物 送给我的 这魔兽山脉 那几个大家伙 你能拿下的有几个 我 我这辈子是没什么指望的 你还年轻 我要让你成为魔兽山脉 真正的王者 七彩毒精 可以让你成为 独一无二的恶难毒体 到时候魔兽山脉 数之不尽的毒物 都可以成为你修炼的助理 我们可以不依靠任何宗派 任何势力 一步步成为斗王 斗皇 甚至斗宗 到那时候 我们才是牧师家族 真正的骄傲 我觉得我们一起扣 你知道我为什么 煞费苦心做这些 因为你是个蠢祸 别让你的无能 毁了我为你所做的一切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百魂牵破 将它炼化成一颗血毒丹 服了血毒丹 你还有可能成为恶难毒体 什么解释啊 别 我 我在给你疗伤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是火属性兜器的 我只有这样才能把药材的精华 输到你身体内 这样的话我们的衣服就烧成灰烬了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吗 不是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 姐 别动了 你真的不能再动了 姐 别动了 别动了 你烧失过重 你 你越动 你的伤会加重的 伤势加重 我又得像昨晚那样给你疗伤 等我真的没别的衣服了 你干吗 你干吗 觉到 вас 不管就包了 好 但是 morning 你 进来 поп 这 姐姐 虽然你的功力没有全部恢复 人应该待几天就痊愈了 我先告辞了 我现在功力全失 难道你要把我这么一个弱女子 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吗 弱女子 喂 你别逗了 堂堂一个斗皇 怎么可能是弱女子呢 你也知道 我被子军师王 封印住了斗气 我现在身上有内伤 又没有了斗气 我不是弱女子 难道你是 再说了 既然救了我 现在又要把我丢在这样一个 妖兽出没的山林里 万一有什么闪失 等于是你害了我 说得有点道理 还怎么办 你那么着急 要去救你的心上人啊 不是 只是个朋友 他现在在狼头兵团手里 非常危险 我得去救他 狼头兵团就凭你 我知道我很弱 但还得去救 喂 如果你能从狮王洞 偷出紫灵精 助我恢复我的斗气 等我恢复了斗皇的实力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狼头军团 就算是千军万马 我也帮你把人救出来 但是我还是没有搞谱啊 不是要脱紫灵精吗 那跟抓猪我一关 这是紫灵师王最喜欢吃的食物 最喜欢吃的食物 再加上魔兽山脉最厉害的天然饮料 足够他睡一下了 我爱吃斋缸 他不是人 是狮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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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以为所有的野兽洞穴都是使尿满天飞的 没想到这台庭省节 评认品味的 嗯 干嘛呢 这不是小医生说的那个特别有价值的那个紫禁吗 你拿点回去来 不是 你 你很缺钱吗 不是我不缺啊 那你可以给小医生拿来还债啊 还可以给面部是不是 行行行行 别忘了正事儿 嗯 紫灵金应该就在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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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师 这是什么呀 哎呦 你小子真是傻人又傻服啊 来 拿着 用这几个瓶子把液体都装起来 这可是半生死精源 死精是我们的精华 你确定是精华吗 嗯 这玩意你要喝下去 对你以后的消息有极大的好处 好 吃 老师还有瓶子吗 没了 不是 剩的还多吗 还有一点点 哎呀 一点就算了 哎 你干吗 是可以喝 是能喝 但没叫你现在喝 哎呦 你这傻小子 小子 该走了 好 好 哈哈 好 你去拿到紫灵镜了 放了他们 如果我不能 反正只要我 反正只要我 我自 我们该走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你可以啊 我要走了 不是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你这个东方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你欠我的呀 我欠你什么 衣服吗 我已经不欠你任何事了 第一 我答应你放了那几只小狮子 对不对 丽儿 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山洞里吃了什么东西 你体内有一股能量爆发 差一点让你暴体而亡 若不是我出手相救 帮你炼化那股紫色的能量 你现在 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所以你跟我之间 两不相亲 问你这个骗子 你不知道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吗 我不知道 那我再告诉你一句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像你这样的弱者 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我给你看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林医君 林医君 爸 过来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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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炎粉十浪尺 别急 你的焚雀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等你的火焰全都变成了紫色 就算是正式突破斗士境界了 到那个时候 你在使这个炎粉十浪尺 自然是守到前来 我们去找小医先吧 不到斗士境界 去了也是送死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去 他一定会死 你现在还不能很好地驾驭你的斗气 炎粉湿浪尺 你也没有炼成 单枪匹马地去对抗整个狼头兵团 你是作死 别冲动 可以商量 现在的问题是 但是你连狼头兵团在哪儿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哪里可以找到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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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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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 boukin 把拿裂成毒的 快 快救救她 罗路易卯在哪里 叶婆 叶婆 叶婆婆 天黑之前的回家 别让家里人类心等着你们 你们都是爹妈的心头肉 还真疼啊 我来拿一把 不准备 快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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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炼制丹药的关键时刻 绝不能出乱子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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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这个废物 救命 救命 不准备 负责 负责 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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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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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混蛋